好,来关心就是欧洲机场 昨天全面恢复了班机的起降了 长龙华航国泰还有新航的都加班飞航 23号滞留欧洲的近2000名台湾旅客 在明天应该可以顺利的回到台湾来 而从15号就卡在伦敦的38人英国团 9天伦敦变成了18天之旅 滞留在欧洲的旅客 昨天晚上也陆陆续续的回到台湾 这个平保协会的旅游纠纷处也说了 滞留期间的时速 旅行社必须要根据定型化契约全权负责 不得向旅客来要钱 那么旅客如果是在海外 有被领队要求支付时速费用的话 就可以向平保协会来申诉 而在昨天晚上8点钟 首批搭乘华航回到台湾的旅客 回到了台湾之后 掉下眼泪来说回家真好 感觉回家真好 真的好感动 终于再次回到台湾了 兴奋的心情一扫多天来的疲惫 原本只是四天的行程 没想到火山会来搅局 陈小姐整整滞留欧洲四天 这段日子心里想的念的就是赶快回家 7号一早上的时候呢 我每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呢 我刚好跟我的意大利客人 跟这个德国的客人 跟荷兰客人 他们都很关心 每一天早上谈的消息呢 就是到底机场有没有开放 陈小姐会此从阿姆斯特丹一路往南 转达火车到罗马 不只花时间 旅费也超之 我初估大概比我原先预计的 要多了三到三倍以上 因为很多额外的这个花费跑出来 倒霉的还有她 从英国跑到德国 再到意大利 最后到罗马才有飞机搭 跑了四国 最后一站台湾 人在异地 思念家乡 干脆穿上台湾T恤 解解相仇 作为第一波回到台湾的人 吴先生觉得真的好幸运 即使照一圈地球 我都要回到台湾 对那我算是幸运的一群 其实在欧洲 还有很多人停滞在那边 防航C-072 是台湾第一架 送回滞留欧洲的班机 21号晚间 先载回106名旅客 20号加开6班加班机 预警将可送回2000多人 春新闻桃源综合报道